各位DNK 觀眾大家早 又來到我們鳳凰命的時間 我是何懷真 在昨天的大盤 禮拜是呈現什麼 給它西長最後中長 漲了快100點 漲了98點 所以告訴你什麼 行情就是不要看那個量不量 量不量有什麼重要 就算昨天補了一點量也沒有多少 還是800億之下量會越來越少 那越來越少要怎麼辦 對啊老師這個量這不好做 你管它有沒有量 你找一個人幫你做什麼 層層的做把關 我的股票相對大有沒有有量有價 所以告訴你什麼 股票要集中 第一個你要先能接受這件事 我們再談下去 你不然五花八什麼那麼買 尤其股票越多你會輸越沉 因為這行情就是會加倍奉還 因為量越小 它指數的空間就是霞幅震盪 但是當你逮到一檔股票的一個 真的成長性的話 那開玩笑 有時候不小心一個月可以漲個一倍 而且這種股票 比比皆是一年好幾檔 那這樣一年下來說實在要漲個沒完沒了 你逮到機會占個兩三倍 有會很難 但同志部你好好萌心自問一下 那現在已經八月底了 你賺多少錢 因為你一直看到這個量 哎呦是不是要九千點太高 現在會不會九千點太高 這個流量你買不好 因為你在八千你都看錯了嘛 幫我 我常講說這就是這個問題 你一定要把你的東西交給一個看得懂的人 幫我常常很多人是因為他手上 就是有點同理同病相連嘛 因為他在八千點看空 這個老師也一路空空空空空 空到現在他在跟你講空 你就覺得哎呦很安慰 因為這個老師還是執意在講空 你就因為這樣完全口袋空空 如果是一個聰明的有智慧的人 說實在坦白講有會哥的人 你會轉過來 都已經半年了 一個老師連續去跟你講一個月都不准 你就要跟他打叉叉 甚至嚴格性來講 你看我的節目的會員朋友 你把所有股票記下來 你印證一下股票是不是 是不是每個月 最早都好幾檔讓你把 叫好右叫做股票都有賺到錢 都有賺到錢 而且大盤就是這麼樣子 就像你仔細問我說大盤會來到哪裡 大盤跟你講啦 不是萬點的問題 也不是九千也不是大盤會不會跌 我是怕他不會跌 坦白跟你講真的 跌的話買更多 就如同進來的一個均衡 我就說你很現實 我在前天就是禮拜三那天 剛好有一點是因為每一天 真的有時候我有一些私人要去拜訪一些公司 說我昨天的早上的節目是提早錄影的 那提早錄影的話在禮拜三的還沒收盤前 我就先把事情辦 因為我跟人家要喝咖啡聊一些是非 對你會有幫忙 總算在找尋一些資料 所以我要去公司拜訪一些 一些好朋友 所以我特別錄影 但是很好笑的是 在我在錄影的過程裡面 剛好大盤沒有收盤 結果不小心大盤就是 我的股票剛好以君豪來講 是從漲停板 我在講的漲停板過程裡面 直接踹到22.55 你說老師你知不知道 說實在 我下節目的時候他都還沒收 我怎麼都知道 有沒有關係 我要跟你講 如果我特別厲害 我找尋給你股票就是你不用怕跌 你看今天早上 昨天早上 他最厲害在哪裡 22.7就開盤 而且說實在如果你 你太厲害了 就太厲害了 我就說我這個人基本上就是有一個優點 我太我單純了 單純有個優點 很多東西看不到的 很多東西就是很厲害 線型看得知豪的 我告訴你回了 因為 那天的 的君豪 在105年8月24號 在最高點 報了一個大量區 29262張 的確 這個是歷史的天亮 他唯一的一次出現是99年7月9日 但是那時候是在21塊 29314 如果你嚴格你去算那個 那個線型 那個就是99年相對的高點區 對不對 是不是 那時候的成本區 我就跟你講他21.2那個就是 法人成本去99年高點在 21.2 我怎麼跟你談這檔股票 我說你不要接 今天21.2我們賣不賣 你現在想買個21.2都沒有 好你看看 昨天這個東西如果你太厲害了 你看這個地方是不是大跌的開始 的確跌啦 從24.2跌到22.55 你賣掉了 今天早上一張都買不到 22.7你隨便買 隨便賺 昨天如果給他全 你前天給他全收的 聽我的節目 因為我昨天節目在 我前天在節目在跟你講的時候是 剛好漲停板附近 那漲停板本來那個地方停看天是何停 因為我上次跟你講說24.1一定會來嘛 果然也交代到24.2 這種節目你要去哪裡找 吃香了喝辣了講實在好 而且這種股票我還這麼講 我說這種股票就是18.95 一路向上 對不對 漲多不多 是他漲很多耶 最少每一張已經5塊錢以上了 5塊錢代表什麼 你隨便買20張50張 那時候不到20塊 真的很便宜耶 你30張20張那是不到100萬的錢 但是你每一張可以賺5塊錢 那100張代表什麼意思 你自己算算看嘛 一張賺5塊錢 那10張不是5萬塊 那100張代表什麼 你自己算清楚吧 親愛的投資朋友 錢就是這樣賺的 所以你一定要認同我的東西 老天后真的給你很好的機會 你要看得對的地方 跟對的人做對的事就好了 那些人都已經看錯這麼久了 常常不小心 行情難得有回來 他又不回 繼續加碼 看空 毀了 玩大的 結果你被人家玩死了 我跟你講真的 這個行情就是當去世對的時候 你不能 你不能輕易的放 因為這個叫資金的行情 他的啟動 不是非偶然 不是一朝一夕的 那這種股票均好來講 你也看到一下 這個地方來講 這是我上次跟你算過的 5塊 10張就5萬塊 有花你很多的時間嗎 原則在月底的時候 就是上個月期月底 給我一個月時間 你100萬就已經 Humboongondo 你100張的人 你買100張的人 50萬 花你多少錢 200多萬 甚至這種股票 有量有價 有融資 有什麼都可以 甚至可以當充 如果你想說 老師我進來的成本比較高 隨便你充一下 多買一點 多買一點 你尾巴昨天剛好收最高 23.7 每張一塊錢 多少量 你自己看 這麼大的量 哪有沒有量 所以我說大盤有沒有量 我覺得量很大 所以你掌握到什麼 是真正的主流 這很重點 而且我跟你講 我現在在提醒你一下 這波行情真的是 一來一往 那是你重新財富 重分配的開始 你可以在這邊 還是找到一個股票 可以什麼 倍數獲利 你也可以在這邊持續 如如不動 甚至還是什麼 可以在這邊還是持續看空 那我告訴你 你等到年底 你口袋會空空 那切記我的股票 你不要放空 我跟你講真的 不要用那技術線型來考我 我跟你講技術線型我也懂一些 不是我不懂 只是那個東西會害死你 還讓你真的在大行情裡面賺不到錢 我永遠也幫你看到是一個機會 你這樣子才可以賺大的 那所以均衡來講 當然這地方是誰 誰誰 你自己看嘛 對吧 就續報就對了 然後簡單一點 跟政府沒有回頭路 包括我也跟你講說 8月 8月第一週的時候 它是34週 中線來講 那34週都沒轉 收紅K棒 那時候如果你乖乖來把它留下來 20塊而已啦 到昨天24.2 4塊錢 就這麼好賺呢 然後包括什麼 它還繼續賺 因為它叫34週 兩週稍作個區間整理 實際上以它的週限 以它的週限來講 要到第11週 最少要什麼 持續漲到11週 但是我話要跟你提醒你 不是叫你要追高 你去看哪一個節目 敢跟你直接講 為什麼我的節目特別人家喜歡 因為我跟你談一些 我真正的 那有 有料才跟你分享的 我不是在隨便跟你 跟你胡說八道 所以11週來講 這份股票到10月份 短線來講 你不要再做追高的動作 那這個地方你所有人短套 就算你24.2沒賣掉 我認為你都不用擔心 那是 那是怎麼樣降低你的成本而已 那如果這樣 是我們的會員朋友 是真的非常的開心 因為這張股票 真的一路 真的說實在 市議黨真的是 以前是這麼 以前是 87年它曾經漲到 90塊 難得 經過7年的大整理 如果以長線來講 我還幫你持續追蹤到 明年的第1季 因為它訂單好到第1季 那包括面板 現在來講 已經跟你宣布了 顯示器 這個面板 這個 這個缺貨 包括它現在 景氣最好是 比20年前還好 那20年前的 面板 現在的 人件度 景氣的人件度 是比20年最好的一次 那我請問你 我跟你看到明年對不對 所以我跟你講說 你要看到主流 我不要只看到說 這個行情我沒有買在低點區 低點的時候就沒有人提醒你啊 我提醒過你 你也不鳥我啊 那現在高興它還是低點區 你不要害怕 只是說股票會震盪 因為好的股票一直跟你強調 你要把它寫下來 好股 好股是會什麼 會走得非常的慢的 什麼叫走 你不要指望那好股票 每天在那邊 給你漲停板 我跟你講 那真的說你 你太超過了 動作那是 什麼 那個太太強力的那個上漲股票 都是有鬼 好的股票 一面盤一面洗 近三推二 我給你的股票都是有量有價 那你這個地方你善加利用 我跟你講 這種股票 真的說波段加短下 你會賺到笑味 真的賺到笑味 那麼這行情 真的說實在 要怎麼規劃 我跟你講 就跟我這樣規劃 因為這波來講 就是低價位股的 行情 接著來講 那當然這檔 建策也不囉嗦 我在上節目的時候 昨天我就特別跟你講 這兩檔股票 雖然它什麼 都不要隨便任意的 殺低 所以建策昨天也剛好收最低 雖然我在上節目的時候 還有電話一直響 因為什麼 有些我們的會員朋友 老師老師你不在啊 辦公室啊 我 因為人家剛好看不到我就怕 老師怎麼燒到60塊一毛 我買在我買哪裡 我買60塊五毛啊 我竟然就在 我出了57塊這個地方再買進 我要告訴你 雖然我們會員 尊榮會員股票 有買在51塊附近 但是坦白講 這張股票 跟你坦白講 他這種很多跟我講 他漲很多 實際上這種股票不是漲很多 他51塊跌破 才正式走什麼 走他長期的修正 這張股票就是所謂 均勒片 如果你仔細問我 這張股票好不好 我覺得他非常好 這東西絕對不是問題 65.5 為什麼這段時間一直在盤一直在盤 所以你仔細看這張股票 建設來講 他有什麼 有什麼跟大盤有特別不一樣的地方 他非常非常的強 強在哪裡 他本身先漲這一段 碰到大盤來到9200 8月10號來到9200 他稍作個區間整理 竟然難得就是他區間整理 所以我們才有機會 買在57塊 好 包括我說續報 這張股票真的說實在 宇峻都可以漲到七八十塊 我認為這張股票給我一點時間 搞不好他可以創造一檔什麼 有價有量的股票 因為什麼他叫均勒片 而且業績也相當好 剛好第3進入他的一個 轉機型的一個旺季 那以前本業來講 賺的說實在也就已經蠻穩定了 最少三塊錢嘛 對不對 所以這張股票實際上 你如果要記錄線 你來看 這個法蘭正在買 包括他的法蘭成本區 就在 為什麼要買57塊 跌破 跌破法蘭成本區 你不彎腰下一剪賺 難道你要等他漲上來才去做追嗎 對不對 所以說規劃的東西就是 你要看得懂 看得明看得透 包括你要從國際關去規劃 你賺錢真的非常的可觀 而且今天這張股票 實際上你自己看 我跟你講的股票 不是我很可怕 是你 是你自己都不 不彎腰下一剪賺 這種股票都是 長線的底部的股票 正在做出發 那種底部的股票 一旦脫破了 我想他悶死你多久了 悶死你多久了 曼西尼最少5年以上了 宇京也悶死你5年了 那這個地方稍微反彈一下 你覺得 他該怎麼還你的公道 他以前是來到 三位數字來到270塊 所以這股票都是目前 我認為盤面上 在這個主流在意味 因為這一波行情 除全息的行情 已經進入尾聲了 實際上講 如果你仔細問我 還有什麼 高值利率的股票 可以期待 那當然只有一檔了 已經沒有 剩下一檔就是可乘而已 這虛報 你看為什麼竟然 大力光不動 但是可乘開始動 對不對 因為他也是台灣之光嘛 你抱住就好了嘛 這張股票真正說 我竟然跟你講 是唯一上半年 讓我跟大家講的時候 錯力的動作比較慢 但是我幫你救回 我告訴你 200塊通縮 只是說他很慢而已 他很慢不代表以後不會快啊 何況現在9月8號就要除息啊 但是這個配股 這個 這個外資 的錢 有些股票賣出來之後 你以為他會退出台灣 我認為可乘他會加碼 對不對 那如果你說你自己說 老師那這樣子 我每次運氣都不好 一買都買到那種 比較慢的股票 那我可以點你一下 什麼你 那你為什麼沒有買均豪 對不對 你為什麼沒有買雨菌 你為什麼沒有買照麗 那接著說 沒有關係 老師我兩天不會 好沒有關係 那你想要夢想實踐 想要速度快點 超票 超票進口袋 那你要跟我聯絡 這個東西是很現實 你運氣就不好 你快點把你當一個股 對不對 我點你一下 就算我運氣還不錯吧 對不對 我不是運氣 做人也不錯啊 這種彎腰下減算時 這次8月27號 禮拜六好友聚會 台中跟台北 只有這三檔 這邊來講 錯過這些 我這一次就推這三檔 這三檔股票 會讓你非常非常的驚豔 因為都大菜 不小心每一檔股票 都會跟雨菊一樣 一兩個月時間漲個倍數 而且會漲得沒完沒了 目前都還沒有真是脫離 他真的都反正在吃 那我在說明會裡面會跟大家 好好的一一的做分享 這邊來講 那如果沒辦法去的話 請你 就提早把手續辦 我們現在有一個很高貴不貴的會員 就是月底嘛 總是有個優惠就要辦一個說明會 所以我們有一個 清淡的尊榮單位規劃 可以讓你先領先布局 就如同當初的 我們現在因為現在股票很集中 一定要分批做上車嘛 所以就像君豪 我們的清淡的 會員 那種第一手的話 我們就買在15 16塊 18塊 那你不是到現在都賺了嗎 包括像雨菊一樣 買在39塊 40塊 這個樣子的話 如果你可以 我會讓你先領先做上車 買在法人問清楚 但是這個會員目前來講 有個非常非常 破天荒的優惠價 高貴不貴 你把電話撥通 一樣 大家一起賺 而且你可以先賺先贏 讓你先領先做上車的布局 好好的自行做把握 把我把你的股票帶過來 如果有些股票真的很慢 我幫你做個調整 這個樣子你就不會枉費 這波行業相當相當的大 我跟你講真的 好好的自行做個把握 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黑人牙膏 給我 我 相信我 有敏感牙齒 就必須放棄最愛的清新口感 誰說的 現在你可以一次擁有 全新黑人超服抗敏護理牙膏 第一支能舒緩敏感酸痛 同時保有獨特的清新口感 敏感 拜拜 小清新回來了 我的笑容力量 黑人超服抗敏護理牙膏 全新上市 亞洲投顧何老師收費講座 8月27號星期六 上午10點到12點 台北首席會議中心 下午2點到4點 台中日內網會議中心 相親評價 0 2 2 5 7 8 3 7 7 7 你的秀法 經得起更多的傷害嗎 全新多分 來做個測試 看哪邊的秀法能被修復 減少斷裂 全新多分含6倍髮質修復精華 一次次髮質改善 摸了就知道 多分髮質修復系列 全新上市 亞洲投顧何老師收費講座 8月27號星期六 上午10點到12點 台北首席會議中心 下午2點到4點 台中日內網會議中心 相親評價 0 2 2 5 7 8 3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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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老工藝 重新演繹 KD首刮目的版 好晚雲 黃碗雲 黃孟萍 陳乃萱 陪您一起看盤 請鎖定非凡廠線報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古老工藝 重新演繹 KD首刮目的版 水管阻塞 還找水電工 威猛先生有效又划算 超濃疏通膠 深入水管 不夠快速溶解 解決阻塞 威猛先生 比水電工更快 更划算 裝成 作息不正常 肠胃好俊會減少 來瓶AVU落乳 保衛你的正常生活 所以我們另一個單元 所以這邊跟大報 有些股票你要續報 有些股票你不要追高殺低 因為每個股票的位階不同 但是最重要就是目前來講 有個非常替你感到很高興的地方 再來說 在這波行情的台積電 會不會再大漲 他會小漲 會小漲 不會大漲 這邊來講 包括大力光來講 他也是一樣 不會跌 要漲到哪裡去也有限 如果仔細問我說 我以前就跟大家講過了 今年 那個大力光在年前的 今年的年初 就告訴你 3750 絕對不是他的高點 結果不小心馬上過 因為資金太多 太氾濫 但是如果你只會說 老師你都會馬上過 那外資現在調高到4500 是不是今年會來 我告訴你絕對不會來 那什麼時候會來 我哪知道 你不會問一下他們的執行長 我哪知道 如果我知道 我看得到的時候 有時候這種東西 跟他分享一下趨勢的方向 你持續鎖定我的節目 沒有關係 這邊來講 但最開心的事情 告訴你說 大力光台積電 我都看這麼準 包括鴻海你也不要買他 我跟你講鴻海這種股票 沒什麼特別的 特別的 你在這個地方投資 他就沒價值了 講實在話 你要把 因為他們的帶動 會有多少中小型股 像君豪一樣的股票 你看你買到這種股票 不是很好 較老又賺 隨便買隨便賺 每天隨便買隨便賺 怎麼衝都隨便你 最重要的是 你的波段 不能什麼 不能隨便任意的做賣出 我跟你講 現在目前又君豪續報 那建設正在啟動 不要急 有機會我買給你 因為目前來講 他低不可能來到57 他法人成本訊在58塊 所以我跟你講說 如果急跌在洗盤 要股票上升 一定會有什麼 一個最後一個什麼 把你甩尾 把你甩出去的時候 那個就會下跌 就是你會怕到 你就趕不掉 那個地方反而就是一個買點 這種股票就是這樣操作 那65.5要過去之前 我認為他會有個甩尾 所以你不要追高殺 這種股票不值得你去 去用什麼 漲停板追追追 你聽得懂嗎 或是看他看 我今天漲很多啊 現行都翻揚 就去追 那你輸啊 你講這些 這種股票就是還在什麼 還在整你 還沒有正式噴出 好這邊來講 那我跟你解釋 這麼辛苦 希望大家多賺一點 因為這個地方 大賺小賺都要賺 雖然你不是有會員 我跟你講你可以持續看我節目 但是我只怕你 因為常常東天西天 到最後一堂空 那現在投資朋友 最麻煩的地方 我常跟你講說 現在這行情 真的說實在 為什麼他這麼好賺的原因 在於說 因為很多人都還在觀望 那如果這個地方 你手上信得過我的話 你這個地方來講 一定要全力以赴 甚至說他差一點 就錢就要買 所以講實在話 這個地方是一個 因為負利率實在 沒有什麼 沒有可投資的管道嘛 所以代表你的利息很低嘛 以前想 以前一二十年的時候 那是為了做股票 以前什麼 還要什麼借丙總的資金 那個都是 很都是高利貸 我們還借得很高興耶 但是我跟你講 現在本身 你反而真的是 有時候銀行的那個定存 沒有利息嘛 你一定要把它全部 解定存買股票 買什麼股票 買有量有價股票 不要買一些 那個阿里布達的股票 那如果你不懂的話 這個地方來講 我就跟你講說 我讓你夢想實現 就是現在 因為這個地方 因為大盤在9200這邊 震盪是難免 而且包括本月份 實際上碰到大盤 從7203上來 剛好這麼好 第13個月的大轉折點 7203到現在 就剛好碰到9200 所以他本來這邊 要做個區間的震盪 你不要看錯了 不要以為13個月 就一定要跌 誰跟你規定了 不小心13個月 如果不跌 會漲到21個月 漲到明年去 我認為是會漲到明年去的 因為這行情真的說 怎麼可能會跌 因為沒有融資上來 所以你要趕快 趁著這個地方 大盤在做大換手的時候 剛好這個地方主流在異位 你要趕快去懂得去找 一些未來會大成長的黑馬股 那這邊股票的就跟你講得很清楚 我跟你講說我的股票真的說 今年真的說 沒有漲開的 所以有些股票短套 還是不可以解套 就像現在還有一檔股票 就有人在問我說 老師那太陽人族群 到底好了沒有 我跟你講太陽人族群 不是真正今年的大賽 為什麼 因為他 這問題很多 但是政府在這個極力的倡導之下 現在太陽人一定會反彈 但是你要買的 就要看這檔碩合而已 我跟你講真的 而且這檔碩合 我知道400塊碩合 你要把那個以前在操作 那個大力光的精神 拿回來操作了 我這樣已經講得夠明白了吧 所以你 因為他是台灣之光3號 把它記下來 我們現在台灣之光3號 是改成碩合 台灣之光2號還是可乘 台灣之光1號已經功成聲 所以叫大力光 就是這樣子 不怕你賺就怕你不敢賺 這是非常難解 因為我的股票第一個特性 我不會跟你講 老師現在線型這麼壞 看線型的人都輸死了 都輸死了 我毀了 我跟你講真的 我跟你講我不會給你收 我正在市場上這麼多年來講 一定有相對的說 我的利基點 當然做人也不會 這邊來講 那相對來講 這邊最重要是跟大家講 告訴大家 你一定要勇敢的去 把它做動作 不要說沒有錢 反正錢到處都買 就要找你錢的人一大堆 因為現在負利時代錢太多 所以唯一的問題 金融股不能買 金融股不能買 買他沒有錢賺 那這些股票 就是未來成長東西相當高的股票 一檔我要複製 大力光的經驗給你 這檔股票相當的辦 也是它一回到所謂 大力光179年 那長期的底部區 未來的成長性黃金的10年 這檔股票就是所謂的 更棒 但是我不想跟你講 為什麼 因為一講 這檔股票 你要持續 把你所有的投資 把銀行的經驗 全部壓在這檔股票 我告訴你 絕對最少還比銀行利益 最少往上還有30%的空間 任何 包括它的歷史高點 都不是真正的高點 你買就對了 另外這檔股票 就所謂的 比較像均豪這種比較低價的轉機股 你好好的自信 要買多一點 犒賞一下自己 這地方不是因為9千2你不敢做 那不敢做的原因是 因為沒人推你一下 你要有一個真正有個信心 包括說有人會什麼 我一定 你要有信念你可以啊 包括你要跟我一樣 站在同一邊說願意賺錢 有時候你這個地方 我的東西你聽不下 那真的沒辦法 包括這個地方 這檔股票 我一直跟你講 這檔股票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為它是一個轉機型態的股票 那個標相 可能一個月 一個月就可以 跟宇峻 一樣 不小心 漲個一倍 它提財性 絕對不輸宇峻 也絕對不輸趙力 它叫 這個叫真好賺 我跟你講真的 這個是叫真好 包括均豪跟建設 你也一定要把它續爆 剛才在上半段 已經跟你報告過了 這個股票回不去的 但是未來也不是什麼底部 從底部可以第一手做買進的股票 價位又不高 你可以買到一個相對乏人問題 不是 叫好要就要做 我想這個地方 我想投資朋友是最重要就是說 在於說你資金只要一兩百萬 你要重點式的攻擊 好好的把握這三張 我真的跟你講真的 這個地方來講 真的你沒有好好把握 你往後真的 富利時代到最後 是會通貨膨脹的 通貨膨脹 通貨膨脹之後 你的錢是 越來越沒有未來的 那包括這張五峰 把它留下來 我跟你講 它已經回撤十字均線 回不去 所以你仔細看一下 五峰非常的強 它已經領先大盤 創了九千二的新高 它哪裡弱呢 所以只能續爆 我還要再加碼 但是這些股票 的確這些 這三檔 新的股票到底誰 這三檔股票 全是全新的開始 只要你想要領先做布局 今天早上還有機會 領先規劃 你跟我們福人員講 你要參加何老師的尊榮 單一規劃的會員就可以了 我將會親自的跟你做通知 也注意到上面的面見 然後這個冰淇淋 牙齒敏感酸痛 讓您無法盡情享受美食 改用高露捷抗敏專家 而他能修護牙齒敏感酸痛的部位 並預防敏感酸痛 再次來襲 高露捷抗敏專家 開車的時候有Airwave賽首 隨時隨地讓你覺醒一下 亞洲投顧何老師收費講座 8月27號星期六 上午10點到12點 台北首席會議中心 下午2點到4點 台中日內網會議中心 相親請下 02-2578-3777 戲劇好物 趣味設計 居家生活 GTViShopping 讓生活更有feeling 亞洲投顧何老師收費講座 8月27號星期六 上午10點到12點 台北首席會議中心 下午2點到4點 台中日內網會議中心 相親請下 02-2578-3777 地震了怎麼辦 一 跑下 二 掩護 三 穩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災嘗試請上台灣抗震網